陳寅杰 陳寅杰大家都認識他紅龜酸 陳寅杰教唆偽造有價證券 判刑三年 兩個月 昨天發肩執行了 真的令人不生唏噓 其實陳寅杰紅那麼久了 你知道他一輩子發了 八十幾張專輯唱片 你知道嗎 大家最喜歡他的歌紅龜酸 嗨嗨人生多少都沒聽過 他現在發肩執行之後 他的歌聲可能很難聽到 我們來聽一段 好 就是紅龜酸 誰想好 水滴月山 說這人生 嗨嗨嗨嗨嗨路好走 偷我偷夢 夢中的夢 有人愛叫我 偏偏有哪也失敗人 這情節 拽有價證券 好 來 學位 他其實陳寅杰聲音真的很好聽 你有沒有發現 可是他從高二那一年開始 他就已經踏入歌台 而且高二是不是很早 他那個說實在說 他這一輩子很多很驚訝的事情 發生在他身上 他高二那一年為什麼會踏入歌台 就是因為他跟他的朋友 到了美軍俱樂部去看表演 對不對 因為同學大家一直啟用 你平常他這麼會唱歌 你也上台唱兩條 他一上台 一唱之後 被那個所有在座的人 驚為邊人 聲音真的很好 馬上那個美軍俱樂部就簽約 叫他來這邊固定表演 一表演之後你看 開始調了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你知道嗎 少年得知 對 他後來唱歌的時候 有一個第二個貴人 就是那個布提員 音鑽雄 音鑽雄就對了 對 因為音鑽雄聽那個 聽他講得不錯 唱得一條 那個時候有一個叫做春風 有沒有 他就叫吳明基 沒名字的那種 出場的那種主題曲 馬上就讓他來 寇海路線流 沒關係 那可能沒關係 反正那個所有那個 黃巨雄布袋戲 他也唱了布袋戲歌 對 你一唱就知道很紅了嘛 那後來他為什麼又開始轉唱 他剛開始是唱國語歌曲 這個布袋戲這個是台語歌 可是他之前中的專題 主要都是國語 他有一次是龍飄飄 在新加坡登台 趕不回來錄製唱片 那時候郭君發跟他同門 郭君發是唱歌 對 郭君發 就是跟他的同門 就跟他老闆推薦說 陳姊姊也很會唱 你叫他來唱個台語歌 唱看看 後來你知道嗎 他出了那個什麼 天來找愛人 這個專題一出來之後 賣三十幾萬張 那個老闆想說 真的挖到寶了 真的是表前數了 對 挖到寶之後 你知道嗎 連續三年出了13張台語唱片 所以你看 那時候23歲而已 已經紅透半邊煉 那問題是 真的是海海人星 他既然那麼紅 為什麼會為了區區 沒多少錢 去偽造有價證券呢 其實他這一輩子 跟兩件事情分不開了 這個愛情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錢 不要說拔鞋 那邊邊就拔鞋 人家說他拔鞋都拔不大 對 拔不大要拔到只有錢 你知道嗎 他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他說 他真的愛就比較慘 我剛才不是講說 他23歲就已經很紅了嗎 可是那個時候認識了一個男的 叫做潘健 他家潘健可能沒有印象 他以前在簽約華視 都是演過好幾部連續劇 潘健是畫面上這位 對啊 他也是歌星是不是 歌星也是演員 既使歌星又是演員 對 他那時候跟華視簽約 在華視演過幾檔 那個連續劇也是男主角 也蠻帥的 對 潘健那時候蠻帥的 那可是你知道嗎 陳英傑跟了他之後 他真的是全心全意為他付出 你知道他愛到什麼 他說他是有婦之夫 他是有未婚妻 有未婚妻不是有婦之夫 因為他在外國 對不對 不知道 陳英傑就跟他在一起 之後 陳英傑那種賺的錢 都由潘健開 潘健都用他的錢 你知道嗎 而且潘健那時候有一個心願 就是他要投資生意 要做大大商人 所以你知道他投資了很多生意 你知道嗎 那時候很多朋友就講說 其實那時候跟潘健做生意 簽出去的本票 簽名都是簽陳英傑 票都簽陳英傑 因為陳英傑 人家才知道說 這穩的 這絕對沒問題 對喔 所以後來你看潘健 他投資很多生意之後 越投資越多 可是每一樣生意都虧錢 就不是生理人名嘛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洞這麼大 陳英傑不可能 每天都是搖錢樹一直搖 對不對 搖到最後他乾脆攀健 就跑到外國去了 所以他跑路了 對 那時候跑到新加坡去 所以他留下債務給陳英傑 聽說那時候留下的債務 應該有本票簽出去 都是陳英傑 陳英傑你就要搭嘛對不對 怕說9千萬 什麼10千萬 我那時候 那是3千萬 怕死人 對啊 以前的3千萬 那是很大 那個年代的 民國五六十年 五六十年的3千萬 對 3千萬 所以那個時候陳英傑 為了背這個債 你知道那個時候幾乎每天 黑道討債的上門 那個有一次他在聯美歌廳 登台的時候 你知道嗎 歌廳不是都有兄弟 在那個為事嗎 那時候還有黑道討債的 拿著槍進去 要跟陳英傑要債 你看 那他為什麼要去偽造有價證券 聽說是為了要去救錢 對啊 他之前是偽造有價證券 是因為他跟他朋友借了兩百萬 跟一個邱興男子借了兩百萬 那借這兩百萬 他意思是說他要去廈門 要開一些歌唱節目 要到對岸去開 所以他就去跟他借兩百萬 借了剛才沒事對不對 後來覺得兩百萬不夠 你還借了兩百倍 他又要跟他借兩百八 那個朋友就覺得不對 你一直跟他借 你錢債都還沒清 那你後債還要借也可以 那你要找另外找一個人來背書 不能是你本人 對 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不行 你要找一個人來背書 那你知道他竟然找他姐姐 跟他姐姐討論之後 竟然用他小妹的名義 簽他小妹的名字 但是不是他小妹簽的 是他替他簽的 對他大姐跟他兩個人 就是小條 所以後來那個邱興男子 要去要债的時候發現說 他小妹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你看名字也不是我簽的 竟然用他小妹的名義 簽他小妹的名字 但是不是他小妹簽的 是他替他簽的 對 他大姐跟他兩個人就是閒調 所以後來那個邱興男子 要去要債的時候發現說 他小妹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要看 名字也不是我簽的 所以他講說這個一定有問題 這事情要爆開 對 他告了之後事情才這樣子